6月22号是中国传统的端午节 说到端午节习俗 许多人首先想到包粽子 赛龙舟 但其实佩戴香囊也是端午节的一个重要习俗 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佩戴香囊 记者拜访了传统炙香记忆非遗传承人 他表示佩戴香囊的习俗 其实是古人的一种公共卫生活动 因为端午节是大地升温 温度升高 自然界当中很多这种细菌 它就开始滋生 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把这种传统的香药 然后利用它的这种药力药性 去取到一个清洁的作用 也就是杀菌消毒 佩戴香囊就能够驱毒防疫 这一行为看似是迷信活动 但罗子杰表示 实际上香囊中放置的是 按照剂量和比例调配的中药药材 这些药材虽不能够直接杀死病毒 但可以起到提升免疫力的作用 你看我们今天做的这个香囊 主香就是这个仓竹 然后还有货香 然后再加入这个艾草 然后里面呢还会放到这个安息香 里面还放入了这个紫苏 传统的这种中药的香囊 实际上就是用这种特殊的常温的方法 去激发这个香料当中的药力药性 让它弥漫在空气当中 形成一种固定的芳香之气 然后由鼻而入 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身体 也起到一种养护的作用 实际上你可以理解成 我们西医里面讲到的这个提升免疫力 在罗子杰的工作室里 可以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种类的端午香囊 他介绍中国传统香囊的制作配方并不固定 根据用途的不同 可以选择不同的药物和剂量 端午节这个节气前后啊 都可以制作香囊 不同的墓地可以用不同的香方 你比如说夏天来了有蚊子 对吧 我们为了防蚊虫 我们可以制作防蚊虫的香方 对吧 然后呢 比如说可以提升免疫力 我们可以做这个提升免疫力的香方 还有一些香方 比如说这个造湿 对吧 等等 我们用的这个香料 90%以上都是中药 所以说香文化实际上是中药的外用方式之一 不只是在端午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焚香配香的习俗 罗子杰说 除香囊外 中国传统香文化还有着丰富的表现形式 我们还有比如燃烧类的香 像这个献香 盘香 塔香 对吧 然后还有弱须类的香 你比如说像古代的香丸 香饼 对吧 还有屠夫类的香 你比如说有香膏 香脂 香油 香露 等等 当然还有一些是可以入口的 比如说香酒 香茶 所以说香 深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 自古以来 在方方面面 都深入到生活当中 在生活当中去运用它 去使用它 这也是一种热爱生活的表现 请不客气 感谢观看